天王麥道夫被捕兩週年 長子上吊身亡 前天是美國史上最大 投資片局主角 麥道夫被捕的兩週年 卻驚傳他的46歲長子馬克 凌晨在美國紐約豪宅上吊身亡 馬克在凌晨4點寄了幾封電郵 給帶女兒郵迪士尼的妻子說愛他 還叮嚀妻子要好好照顧家中的兒子 妻子警覺不妥 請父親前往查看 但馬克這時已用狗繩在客廳上吊 岳父早上七點趕到時已回天法術 馬克兩歲的兒子在房裡呼呼大睡 在場上是馬克·麥道夫的父親 馬克·麥道夫被捕在房間的房間裡 麥道夫似乎寄了一些電郵 在場上沒有記憶 但也跟家庭交通訊息 馬克和弟弟揭發老爸 麥道夫的不法騙局 麥道夫被判刑150年 但外界一直認為馬克是共犯 他飽受外界指責 由於沒有留下遺書 警方初步調查認為 馬克可能是受不了各方的壓力 而選擇走上絕路 東新聞總和報導